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哈利奎尹甩掉了小丑 这事很快在歌坛传开 全名八卦后细节就不够用 只能靠胡扯来凑 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堪入 我听说小丑不行 真的吗 我就觉得他脸色太白了 看着很虚啊 嗯 还有那头发 非要展个绿色 对 太不吉利了 哈利和独腾女艾薇 这天正喝着咖啡看节目 但这个美食主播不对劲 满头大汉磕磕巴巴 哦 原来是小丑挟持了他 就因为他昨天在节目里 调侃仇女组和散伙 在言论自由的歌坛市 你可以骂蝙蝠侠 但不能调侃小丑 因为小丑没有蝙蝠侠那样的正义包袱 坏人就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报复 借这个节目的口 小丑顺便强调了一下 是他甩掉了哈利奎尹 哈利这暴脾气 马上去查小丑和毁灭军团的行踪 得知明晚他们将在歌坛铸壁场 有个活动 嗯 明晚就去刷一波存在感怎样 说是去捣乱 其实是想去前任那里分光一下 艾薇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 却架不住哈利软磨硬炮 只好一同前往 起了半天的饭 不曾想这活动 只是一个孩子的成年礼 隔壁小孩的冰淇淋都看话了 这不重要 至少这个孩子不简单 他是歌坛黑社会大佬企鹅人的侄子 既然毁灭军团也来捧场 那哈利就可以找机会证明自己 加入毁灭军团是他一直的梦想 哈利刚和军团的各位大佬搭上话 小丑就出现并轰走了他 这里是毁灭军团的座位 你没有资格 哈利随便找了个桌子坐下 但这里是孩子的死党桌 他同样没有资格 艾薇一个人溜达 他最怕社交场合 尤其是陌生男人的搭讪 可越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 一个绿油油的纷争人 错过来尬聊 这个男人话老起来非常可怕 好在无所事事的哈利过来救场 他非要做点惊天大事 给毁灭军团看看 有什么比抢了这个铸币厂 更刺激的呢 艾薇分析到 歌坛式铸币厂 敢把中庭租给黑社会的自信 你以为是白来的 这里密不透分 手未深野 你还是想想算了 但哈利自说自话的走开了 他一定要试试才死心 一群孩子冲过来疯狂的搭讪艾薇 两眼放光 看着像是中了情毒 纷争人说 他刚才顺走艾薇的果子 分给了孩子 艾薇说那是他的毒药 可以让人爱上他 然后死去 你这个蠢货动个屁呀 我毒藤女的称号 可不是白来的 转眼间孩子们已经变成半植物人 可解药还在家里 艾薇让纷争人 再大一层回去拿解药 背这个纷争不用白不用 只是哈利闯进了一处 手背森严的地方 下来就是铸臂场堆钱的金库 几个手卫被异常顺利的解决掉 顺利的有点不太真实 可哈利满脑子想的都是证明自己 顺利的解决一切是符合预期的 所以他信了 不再怀疑 常来奇恶人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侄子 说成年里很重要 他就是在13岁的时候 拥有了成为犯罪之王的梦想 接下来他要把梦想传承下去 为此他特地安排了一场犯罪演习 让自己的侄子尝试抢金库的快乐 帷幕拉开 却看见乔装的警卫躺了一地 满脸闷圈的哈利手里拿着假币 不知所措 邪人掏出伞一发入魂 哈利硬身倒下 醒来时他已经被捆绑在椅子上 既然安排好的剧情被毁了 那就来个临场发挥 犯罪之王的侄子约苏亚可不能守 拿起这把伞送那个女人上路吧 约苏亚刚开始还嚣张的很 但哈利以前可是干心理咨询的 凭着刚才和孩子聊天得知的信息 立马展开了一套心理崩溃聊法 没句话就像杀猪刀扎在了约苏亚的痛点上 让他当众自爆了一堆丑事 羞愧的心颤抖的时候 他终于崩溃放弃了 I'm not ready 邪人知道侄子还没准备好 打算自己动手 好在回家取解药的艾薇终于赶回来 哈利有了帮手 对方的毁灭军团也立马抄家伙干账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哈利却表演起了传统异能 心理诱导挑拨离间 大块头你为什么像条狗一样听小丑的 还有你们其他人 他对你们非常不尊重 大块头立马响应了 他很不喜欢小丑喊他怪物 而且刚才小丑抢了他点的牛排 你自己不会点吗 过分 众人纷纷响应起了内讧 小丑的扭曲控制场笑事无踪 他正好亲自动手解决哈利 但是艾薇在的地方 小丑又能占什么便宜呢 一通电话打破尴尬 小丑说他有点事要处理 这次饶了你们下次一定 杀人猪心 消灭一个人的肉体 不如揭露谴责他的动机 作为心理学大佬 哈利生安猪心之妙 嘴顿约书亚让他怀疑人生动机不保 调拨反派阵营 让毁灭军团找不到薄命的理由 在名分淳朴的歌坛 杀人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难的是让这群偏执的分子怀疑自己 所以嘴顿并不像我们调侃的那样鸡肋 而是一种上层的武功 攻心尾上 一个人若是怀疑自己的目标和动机 做事就不得方法自乱阵脚 因为方法都藏在目标里 你若想去罗马 就能找到无数条路 一条走不下去 总还有另一条 可若走了一半又不想去了 那即便路再多也没有意义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